高雄港洲际货柜中心预计明年要正式启用 而为了避免大量车流涌入影响周边的交通 市府规划拓宽小港沿海二路及三路 并且设置货柜车专用道 要借由车辆分流来减轻交通冲击 整体的工程将会在明年底完工 副市长林清荣带领市府团队及地方人士上香献计 高雄港洲际货柜中心联外货柜车专用道开闭工程正式动途 第一桥主开工顺利 货柜车专用道全长约8.2公里 设置地点就在重车往来频繁的小港区 不仅要拓宽沿海二路及沿海三路 还会增设大货车专用道 借此将大小型车辆及机慢车进行分流 来降低小港区沿海路一带的交通冲击 这个开外车必要就是我们的货柜专用道 一直走 等于是外面还是客车 里面就是属于货车在跑的路线 那我们盘点说整个货柜车在跑的地方 当然是从这个地方中钢路这样的跑 这条是主要是交通货柜车需要跑的路线 所以我们就是针对这几个路线做一个盘点 请给我们一年的时间 我们大概会把这整个的专用道把它整个完成 那也使得我们这个地方 您看很少有城市 但是在它的主要的道路里面有这么多的货柜 那这就是我们高雄的宿命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一路一路的改 这个整个货柜专用 是会使得我们的用路更安全 同时的效率也会提高 那么我们在等待的整个国道7 那么也跟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 国道7终于历经十年的环平 已经是我跟张局长一起去协助 那么终于通过了 高雄港洲际货柜中心明年将展开营运 届时货柜车进出将大幅增加 尽管国道7号已经通过环平 但必须要等到民国120年才能够完工通车 因此通车前面对小港地区庞大车流冲击交通 专用道的设置刚好可以派上用场 这个对于整个大高雄的产业的发展 因为我们也同时能够兼顾 那么周期货柜会从145万个TU 一直达到450万个TU 那么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过渡到120年 民国120年的时候 国道期就完成了 林青龙表示 南部半导体S廊带成型 带动高雄产业转型 如今货柜车专用道动途只是起点 期盼透过专用道的设置 让高雄港周边交通用塞获得改善 进而提升全体用路人车的安全